台北市松山區東新路這個三角窗的店面 其實具備面寬的優勢 深受餐飲業的喜愛 可是最近租客真的是大風吹 因為這業者從賣火鍋變成賣牛肉麵 在六個月之後又變成賣豬腳飯 這店面五年來就已經換了五個品牌 所以周邊的住戶根本就沒有印象 就連品牌響亮的現任租客 就是來自台北永康的豬腳控罵店 他們也不抵島店的魔咒 現在在門口也掛起了頂讓告示 台北永康主角專賣店 在去年六月的時候風光進駐 但到現在不到一年的時間 已經悄悄關門了 店門口掛上字條 頂讓的價碼五十萬元 正林大馬路具備超大面寬優勢 但在轉角經店面五年來租客大風吹 換老闆的速度 讓父警住戶根本記不得到底賣什麼 他現在是牛肉麵吧 客人很少不要緊 而且又好像那個老闆 好像都沒有很認真的在經營這一家店 松山區東興路上 這間店面從二零一五年開始就是賣火鍋 兩年後頂讓給另一家火鍋業者 二零一八年再進駐連鎖百元火鍋 高CP值同樣撐不住 隔年再換平價牛肉麵來試試 還是業績不佳 最後又號稱便當豬腳界的扛把子接手 卻也是不敵魔咒 觀點收場 專家評估店面周邊金融商辦力道不夠強 附近的家樂福金華城紛紛撤退後 顯得越來越冷清 恐怕才是導電魔咒的關鍵原因 解放就還在台北採訪報導